它會攻擊你所有快速的腦袋 包括指甲 一開始會全部都斷裂 然後邊邊會不流汁 長滿所有爛動 整個臉像鬼人一樣 大家現在看我頭髮 它不是我頭髮 我已經光了 全光了 竹心儀化療頭髮掉光 吳越切除幼乳 加靜雯心疼發生 她很勇敢 我右邊確定就會出氣 右邊右側長了三顆 然後都已經感光很大 所以我的指甲醫師告訴我 我的治療是手術前六次化毛 然後還開刀 開刀完以後看有沒有還是把它切下來不可 如果有的話再換藥再緊 然後我這個週末要做第四次化毛 其實我第一次做完的時候還很好 最後做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 就直接問說 我還要做幾次 藝人朱欣儀在3月8號的36歲生日當天 宣布自己罹患主癌二至三期 隔天在老公威斯里陪伴下錄製節目 這也是她離病後的首度露面 我的癌細胞其實長得很壞 因為藥就是以身體 才會堆毀所有的生存體質 我的功用好多 包括我的腸胃 凝膜 都全部壞掉 我以前吃草皮嘴 要吃四匙辣粉 可是我吃到飲料的胡椒粉 它就像核爆一樣在我的嘴巴裡面散開 你還沒有辣度 立刻就會去辣度 就很 撈舌頭 沒辦法吃燙的 我現在也不能喝罐頭水 所以一定要從人家裡自己帶湖 燒開的水 包括刷牙 我都要用燒過的水 就是要準備過去 它會攻擊你所有塊的素心療師 包括指甲 一開始會全部都斷裂 然後會邊緻會一直流血 擋滿所有爛動 整個臉像鬼人一樣 會脹氣上面 然後又把那補濕了一半 然後睡不著 才會很痛 甚至連鼻子一直流血 然後現在你黏膜好了 可能你不喜歡洗的鼻涕 怕又太流血了 然後眼睛也刺激 大家現在看我頭髮不是 我已經廣頭全光了 大概花了多少金額到現在 多錢 我的標版要務 一刻就要被忘了 然後我兩個標版要務 他兩個怕了要務 你就知道費用可能覺得有點恐怕 對我覺得有一點點辛苦 然後我的這一行也是比較 容易復發跟轉移的 因為所有的 工作用會讓每一個人 降到會跑 然後 然後我就是會需要的家人 你會很累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的 是有社會責任 才希望說能夠 出來鼓勵 真的跟我一樣 你不這樣混 請問你家人 是目前很辛苦在治療的 我覺得不要抱歉 因為我也沒有關係 我切了票半小時 賈靜雯在當天晚上直播時 也聊到相當不捨 弟妹朱欣怡 我們全家第一時間知道 當然很 很 替他心疼 然後 也很 就是 覺得 上天有時候我的安排很 很考驗 但是我從 欣怡跟我們說到現在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棒 因為他超正面的 他超級積極 而且是正面迎戰 他不覺得這件事情會打敗他 我覺得人的心態很重要 那欣怡其實很勇敢 他最主要是希望 可以分享給很多 他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很無助的這些 還有我們的心情 所以他才想要 跟大家分享 他這一路的一些 心路歷程 讓大家放心說 他都能做到 那大家一定也可以 跟他一樣勇敢 我要先去陪我老婆 好 好不好 我先謝謝大家 這幾天對我們的關係 傷心 3 2 2 4 4 感谢观看